剛剛沒有這段 首先呢 你拿起耳機呢 就可以聽到清風的問候 哈囉 我是one more 音樂夥伴吳清風 想不想再聽一次啦 想不想再聽一次啦 不是 我跟你說 很多人會把耳機 從電盒拿出來又拿進去 就想聽到這一句 不能聽到這一句 好壞喔 哈囉 我是one more 音樂夥伴吳清風 你自己現場來聽 可不可以像直播一樣 就是跟著我唸一字 因為你那時候有在播放我 嘹亮的那個聲音 黃音般的聲音 待會兒你要教大家唱歌 我要教大家唱歌 對 好 那個拿出我的機油這個開接聲音 你沒有要跟著我唸一字 你唸一個我宣布 你好 我是one more 音樂夥伴吳清風 你好 我是one more 音樂夥伴吳清風 你好 我是one more 音樂夥伴吳清風 播放我的聲音 不是吧 音樂夥伴吳清風 感覺好像哪裡不太一樣 對啊 怪怪的 怪怪的 那另外還有幾個比較有趣的 還有嗎 你開機之後會搜索藍牙嗎 那我們看吳清風怎麼說 好 藍牙正在搜索 你不是個有點生氣啊 他沒睡吧 就有補一下天羅帝王在搜索 對 搜索就搜索 是一首愛的情拿 藍牙正在搜索 YES 好會掉 這種交通的感覺 然後呢 藍牙裡連接呢 他會怎麼說呢 你猜 我看你 他錄的啊 我猜 他錄的 你看他不知道嗎 總經理超怪怪的耶 他真的不知道 總經理真的很任性 我又挖坑給他跳 對 我告訴你吧 我想要配合 太空人已連接 太空人已連接 你看 都忘記了 太空人已連接 太空人已連接 臉上 就是他的聲音很鮮啊 是天的鮮 對對對 那另外呢 他也會提醒說 如果電量 都要聽完是不是 總經理 電量充足沒有怎麼說 電量充足 電量充足 哇 有充足 再聽一次 電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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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足 有充足 這個真的只有無情風錄得出來 真的 然後 然後 你打動了 終於你時間在電腦了 電量充足 請充電 林總結 你的重機來了喔 趕快請 對啊 為什麼很生氣呢 所以說真的這個 我哪有生氣啊 清風我覺得他錄音呢 最主要不是說 耳機裡面有他的聲音 我覺得他錄得非常這個 他自己的個性化 各種風格 用感情 對 用生命 有感情我是不敢說啦 但是他 他用感情的話 酒 酒 真的太有趣 因為你聽了 當初聽了非常喜歡 當初我們的 這個 項目研發經理 拿給我聽的時候 愛死 我自己就是愛死 喔 那你真的是愛死的 你不要這樣 開始閒來無事 就一直在那邊聽 對啊 後來沒起來了啦 好怪怪的 真的 這個總經理看得出來 對你真的很愛 很麻痺啦 對啊 但是 因為我們都有親自輩 親我我你看 對啊 難道我是什麼第三者 是不是 親親相應 對 讓你們兩個小親親 一大親親 別讓人家知道我們的關係 對 OK 越聊越歪了啦 但是法蘭克總經理CEO 好像你剛剛提到過 你們是一個未請聽粉絲新生的名牌 是的 所以今天有另外一個角度 好 那個其實我特別嫉妒 做親封啊 唉唷 這個 我這麼一 從這個19年4月份 做我這個 親封的粉絲以來 跟親封粉絲有 去年才下面的 對啊 怎麼這麼晚 對啊 沒有啊 你1月份才出道了好不好 對啊 不好意思 各位我先 我先宣稱啊 雖然我們是4月份選過 但是我們是親封他 他單飛 可不可以送你單飛 嗯 新人是不是還出道了 沒有沒有 跟單飛沒有關係 對 反正 反正 他個人 他個人出道他自己定義是什麼 他是 新人 你知道嗎 居然說自己是新人 資深新人 有什麼問題嗎 都幾歲 看起來不夠新嗎 看起來用過 但是呢 他雖然 我們不知道 但是親封是這樣 親封 雖然我們4月份宣布 我們是親封 第一個代理的平台 是 對 對嗎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跟親封的粉絲 怎麼那麼大膽啊 啟用新人 不是 我認為我壓對保 而且呢 也正式跟大家宣布 我們跟親封 除了19年很好的合作之外 我們今年會更深度的合作 好嗎 好耶 今天就算我們這個 正式的官宣 是吧 好 其實前面有說好事情好多 對 那要不要後面年2021 2022的時候 都簽下去 他剛在後台跟我說 不然簽100年 對 簽100年 敢不敢簽下去 我們待會準備合約吧 那還會死 人會合約 對 合100年 天啊 不得了 要活到100年 跳一下回到了今天的surprise 對 那我想呢 這個 清風 他幕後有很多粉絲 對 我今天要再打 幫清風打一次勾告 就是 他最新的演唱會 我都怕說錯 太空備忘記 對 是吧 是太空備忘記 太空備忘記 他自己在後台說 這會是太空備忘記嗎 我天啊 OK 所以呢 清風的深圳演唱會 其實也剛結束 10號 11號 好 那我就完美錯過 因為我為了要準備今天的發布會 所以我提早回台灣準備 是 那你可以一路留到2月23號 你願意為我個人辦一次演唱會嗎 辦在台北小巨蛋 一定要來看 2月22 23 2月22 大家記清楚 2月22 我們剛也跟環境 應該差不多 剛買的啊 真的嗎 OK 開放一些名額給大家喜歡 親友團再認購包廂嗎 包廂 包廂 可以嗎 好我們回到中間 對啦 所以呢其實 清風在各地的演唱會呢 其實他的後援會 他會到現場去應援 所謂應援呢 就是我覺得粉絲特別有心 就是他會到處去集結所有清風的粉絲 大家一起來打卡 然後呢一起會有應援的物資 譬如說 他會這個 有手拍嗎 會拍照 然後大家發發朋友圈 發流書等等這樣子 所以呢 很多粉絲在默默的付出 那今天呢 我們比較特別就是邀請到一個 這個 在過去付出很多的 他叫做麥谷老師 那其實 麥谷老師他的身份是一個藝術家 他是畫畫的 其實我最羨慕的就是畫畫 因為我自己不會畫畫 但我會欣賞 OK 那麥谷老師呢 他其實會畫很多很Q版的清風 畫很多應援的物資 所有的粉絲呢 都非常喜歡 那他自己默默在付出 所以呢 今天呢 他也藉著我們的這個發布會 他準備了一些小禮物 想親自耍的清風 好不好 OK 好 所以就歡迎這位萬中選藝的幸運粉絲 歡迎麥谷 歡迎麥谷老師 來 駱定飛來 台北出行活動 看到他好想 來來來 靠近一點 對 就他畫了 他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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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